掌声欢迎男神出场 第一季中老谭和起点是安迪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两个人 老谭是他多年的密友和合作伙伴 而起点更是让安迪内心的肩兵开始慢慢融化的人 不然也就没有小包总什么事了 祖风老师他的起点确实是帮安迪打开了一扇门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独特气质的一个演员 那么同时又比较内敛很有内涵的那种演员 我觉得他教会了安迪很多 是不知不觉当中的 那么老谭就更不用说了 老谭真的是永远在我身后保护我的那个人 我觉得人生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 像大哥哥一样的人 祖风老师一出场的第一场戏就上演了一出抓肩 虽然是在安迪的梦境中 但还是让安迪吓了一大跳 屏住呼吸 看 还是那个温文雅的绅士 他怕伤害到她 但是他又希望能够更多的爱给予她 甚至帮助她 他爱得有点小心翼翼 而老谭则是在他背后默默支持的后盾 不过别误会 来看看锦东老师的日常 还真是先手的让迷妹们心疼啊 首先是老谭出场 原来锦东老师可爱起来也是不要不要的 锦东老师啊 你的玩心连我们硬琴小朋友都起了疑心 我特别好奇这写的是锦东 是我也是动作的记者 是他自己的记者 虽然安迪最终还是选择了更适合他的小包装 但这两种优质好男人的印象 也已经留在了观众的心中 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演绎 谢谢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